什么是牛乳过敏症呢 什么是牛乳过敏症呢 有少部分的人喝了牛奶 会有皮肤发芽 会有气喘 那么会有皮肤发红的现象 这就是牛奶过敏症 那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牛乳有一些蛋白质 那牛乳的蛋白质呢 它是比较大的蛋白质 它有时候消化会比较慢 那有些人呢 会把这些蛋白质当作它是抗原 那么那当第二次在清洗的时候 它产生了一些抗体 那所以就产生了这些过敏的现象 那很多小baby 有些部分小baby也有这样的现象 那这些现象呢 其实在一岁以后就会消失 主要原因是因为baby 当爱者肠道还没有发育得很完全 那它的一些渗透压会不太一致 所以呢 这些蛋白质残留下来 可能会变成是抗原 但是长大之后 因为它的肠道发育好了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其实蛋白质是很多食物都有的东西 所以呢 这些蛋白质呢 其实将来只要肠道发育好 那大部分人都不会有过敏的现象 所以不用太担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